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勿追险绝 既能险绝 复归凭正 初未未及 中则过之 后乃通会 通会之际 人书俱老 是 我们大家来共同欣赏一下孙国庭的末迹 这就是孙国庭的书法 前边开始的时候 在那段开始写说还稍稍有一点拘谨 越写越好 渐入佳境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得真是像他自己说的 汉义身非呀 写得越来越好 这个这段话呢 刚才你念的就是从这开始 就是若若思同凯则 少不如老 然后他说 学成规则 规矩 老不如少 思泽老儿于庙 学乃少儿可免 然后接着他说 免之不已 亦有三十 实然一变 积其奋移 智如初学分布 但求凭证 既知凭证 勿追显诀 既能显诀 复归凭证 初未未及 终则过之 后乃通会 通会之计 人数俱老 非常有名 特别后边这句话 通会之计 人数俱老 我们常常称赞一些个非常出色的书法家 或者是老先生们经常用这句话 通会之计 人数俱老 好的 我们现在逐句地向大家做一点讲解 这个若乃思同凯则 我再三说 这个凯则不是指的凯书 是指的书法的规则 不要狭义地理解 一件凯子就想要凯书 不是的 那么是若乃思同凯则是指的 如果你真正弄懂了书法的这些规则 说少不如老 大家注意看 这里有好几句 就少不如老 老不如少 这是说明什么意思呢 这个老与少啊 不是我们一般的理解 老年人和少年人 不要这么去理解 太狭义了 应该指的是年岁大的人和年轻的人 相比之下 是这么多意思啊 他说啊 若思同凯则真正弄通了书法的规则的人 那么就说老年人呢 在理解上 就成年人在理解上 比年轻人理解得要深刻 所以这个思同凯则少不如老 就是年轻人不如成年人 成年人理解能以强 他能对于书法的很多的规则 很多深妙的东西 有所体会 有所了解 这是年龄大的人 他们的乐视能力强 理解能力强 这是这么个意思 他说学成规则呢 老不如少 就真正从基本功上开始一点的练 能把字形写得基本上稳定 能把字形掌握 能基本上达到一个 就是说书法的基础要求的时候 这样说来 年岁大的人不如年轻的人 因为什么呢 年轻人呢 虽然是说在理解能力比你差一点 但在实践起来 他容易锻炼成比较扎实的基本功 是这么一个关系 他说呢 思则老而欲妙 他说啊 从理解问题上来说 越是年岁大的人 越能理解到这个书法的妙处 要深奥之处 他说学成规矩呢 就是啊 这个老不如少的 就是上岁岁大人 不如年轻的 他说 学乃少而可免 这是什么话呢 他说学习书法 年轻人呢 特别勤勉 年岁大的人 或者是因为社会的职务 家庭的事物 以及他的本人的身体状况 都不如年轻人更集中 更容易有活力 所以呢 如果说从这个角度上 学起来的话 岁数大的 不如年轻的人 更有更加勤勉 这个勉是勤勉的意思 然后他说呢 勉之不已 亦有三十 他说如果我们兴奋的努力 勤勉努力 那么坚持下去 他说在学习书法 从小到老 有三个阶段 他说这三个阶段是什么呢 而且三个阶段 随着年龄的不同 学习的阶段不同 他会啊 一时有一个变化 他通过这几个变化 渐渐地达到了 机器分野 机器分野就是 学到真正地掌握了 书法的进化 真正地自己能够 虽心所欲 那么就叫机器分野 后边他接着说 他说志如初学分布 这个志如就是说 他说 比如 是这么个意思 比如假设 初学分布 你开始学习书法的时候 初学分布 你看 我前面说过分布 是指的楷书而言 先学楷书 初学分布 一点点地把结构 点化都掌握到 恰到好处 这是这个阶段 但求凭证 在开始学书法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它自写的凭证 我们平常所说的横平竖直 这是个阶段 在这个事件当中 难免出现了死板 刻板 过于规矩 什么不灵活 但是你先不要管 你先把这个凭证问题解决 那么就说 我们在学书法的这些年轻人 你在初学的时候 你一定注意 跟字帖 越像越好 那么字帖 可能是活的 你写完可能是将死 特别拎 背帖 背踏 这些作品 因为它是时刻过来 你写出来 可能是板制 但是任何人都有 有这个阶段 不要因为有这个阶段 你就否定它 说你写字 它也举板了 不要再拎帖了 那就坏了 初学的时候 都有这个过程 那么淡求凭证 这是初学阶段 既知凭证 勿追险决 他说你在初学 这个阶段的时候 那么你先把凭证问题解决 逐渐的追求险决 这个追求凭证 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过去之后 孙国庆就说了 既知凭证了 那么勿追险决 就要去追求险决 险决就是一种意境 追求它的这个笔的力度 和结构的这种险决 在广是凭证 就死完了 要追求它的灵活 多变 追求它的险决 这个险决有很多的意思 就是在七险当中 七险当中 寻找字的凭证 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阶段 去寻找这个险决的方面 他说既能险决 复归凭证 第二个阶段是险决 那么险决既然能做到了 那么最后 还要归还于凭证 真的这是一个必然的阶段 就是说 你总是开始 感觉到是平和 平如无奇 那么你开始追求奇特 奇特能追求到时候 复归平和 这时候你已经掌握奇特了 那么开始说平中无奇 中间阶段呢 就是只是一个奇特 或者显决 就这么个概念 然后这当中呢 又缺少是平和 到最后阶段呢 是又能平和 又能奇特 在平和当中 平中见奇 这是一个高级阶段 然后孙国庭 讲得非常具体 他接着说 他说出位未及 开始初学的时候 你达不到险决 达不到险决 但是呢 中则过之 你在追求险决的时候 往往就追求过了 事情过又不及 不及也是不好的 过了也是不好的 你特别追求险决 把字弄得非常奇特 结果呢 给人看去之后 感觉的不平稳 不平和 这就不好了 他说 然后呢 后来通会 到了最后的时候 你才真正能做到 会通精化 这是艺术界的人 经常说的四个字 我们把它写下来吧 会通 会通精化 既能会了 又能通达 又能非常的精道 最后达到化尽 这么四个阶段 那么孙国庭的讲的通会 也是这个过程 他说 你能会了 能通 真正通达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 所以 所以 他在最后 他说呀 后来通会 后来通会 实际上是到一定年龄 因为学书法 不可能速成 我向大家说 特别是面对的 青年朋友 我说 你不要以为 你很年轻 二三十岁 你就自诩为书法家 你距离这个阶段 早了 千万不要自负 就是说 你一定要 非常的谦虚的 看待书法 书法太复杂了 太需要时间了 我总说 文艺在道 书艺在道 而且 书艺纪年 书法是由一年年 慢慢积累起来 不是你很年轻的时候 就能掌握到 你不够一定的年龄 学生大不了一个高度 你的书法永远是稚嫩的 你看着你写的 也挺这个 这个漂亮 挺工整 或者说 也有些个性 然而 这些东西都是很年轻的 很肤浅的东西 一定要知道 它跟你的年龄 有一个直接的关系 你不到一定年龄东西 你这些东西 总不能达到老道 它不像作诗一样 作诗呢 可能是 写了一万首诗 很年轻 其中有一首诗好 留下来 书法不然 书法是看你整体 你不可能写出一个字好 留下来 这个字是好的 或者是某一篇是好的 必然整体认为 你达到了书家的这个境界 因此这需要 这个 一定的年 年限 当然这 也根据人的 这个学士希望的不同 天赋的不同 勤勉的程度不同 有的人就是 相对年轻 比如说孙国庭 也好 汪宪之也好 四十多岁成为大师级的人物 但是这极其是个案 更多的人在四十多岁时候 也很难达到完全成熟 我们不能说 因为孙国庭他成熟 我现在四十五岁了 四十八岁 我就一定成熟 不是 一定要真 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 来认识自己 总是谦虚点好吧 那么孙国庭说 通会之际 认输俱老 他说你真正书老了 这个书就是老到 真正书法到老到的时候 你再看年龄 也到了一定年龄 我们说的就是老 就是到了一定年龄 并不是说 就到了七十岁八十岁 不是这个概念 那么孙国庭已经是通会之际 认输俱老 我们也可以说 他四十多岁 已经说是老 为什么说他老呢 因为他四十多岁 是有了一定年龄 他几率专精 十余二计 有乖入目之术 无见临迟之志 又加这么好的天赋 这么高的学养 孙国庭 可以是成为老到 那么老到也是年龄 有些基本的一个 一个这么一个要求了 所以说通会之际 认输俱老 我们说到这儿呢 再谈到一个书法的计法问题 孙国庭说 他说后来通会 注意这个 后来通会 注意他在这个地方 点了两个点 通在后边一个点 会在后边一个点 然后他说 是这样写的 注意通会这两个字 他只写了两个字 他说后来通会 点这两个点干嘛 不能念成后来通通会会 这是不可以的 他是后来通会 然后通在后边一点 会在后边一点 是告诉你把通会 这两个字再重复一遍 那就是后来通会 通会之际 认输俱老 是这样读过来的 因此告诉大家 孙国庭讲的这三个阶段 是任何一个书法家 你无论多么聪明 天赋有多么好 用功有多么勤 你都无法避免 无法超越 你无论怎么样 你也得是初学凭证 机制凭证 复追险诀 不追险诀 然后能达到险诀 复归凭证 对于这个阶段 我们现在年轻人写字 总是喜欢龙飞凤鸣 喜欢一些个 让你看着怎么奇特 现在叫冲 就视觉冲击力 这新词我说不好 就视觉冲击力 到展厅之后 你一眼 头一眼就能看到我的作品 不管有一百件 有一千件 一眼就看到我的 特别奇特 视觉冲击力 实际你那些东西 经不住推敲 也可能第一眼就注意 或你写的险乎流浪 非常的吓人 去看你的 也许偷两天 还看着你不错 隔一段时间 越看你越糟糕 你经不起推敲 好的东西 就是并不是一下 就给人感到非常惊讶 不是这样的 就像我们吃糖一样 哪个最甜 不见得是最好的东西 吃得厚嗓子 吃得咳嗓 吃得要喝水 这样的糖不是好糖 让人品味再三 咀嚼再三 放得住 经历起年代的推敲 那才是好东西 所以现在讲究这个 视觉的冲击力 实在是太浮浅 那种说法 因此孙国庭 讲的这个东西 再务实不过 让我们真的 还是那句话 品味再三 咀嚼再三 各位朋友 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就是美丽的例 这是网友们提出来 希望能介绍一下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网友提得好 因为这是个长用字 而且它呢 难度很大 需要向大家介绍这个字 而我在这个后边的每日一字当中 已经准备了这个字 那么今天正好和大家呢 共同研究一下这个例子的写法 我先用楷书 写一下这个例子的基本写法 我们首先声明 我写的这个例子 基本写法是遵照着欧阳勋的那种写法 欧提斯的写法 向大家介绍一下 感谢观看 是这样 这是欧阳勋呢 写这个例子的基本写法 其实按照规范写呢 下边的这个路子 应该是底下写成一个笔子 我们单写个路子给大家看 应该下方 也是应该这样写 但是欧阳勋呢 写出一个长纳 写出长纳的原因呢 就是为何左边的这个笔啊 呼应一下 显得这个字呢 很开阔 很撒放 好 我们再写下这个例子的 开书写法啊 大家再看 边写边讲 上面呢 就是这个简写的美丽的这个例子 这个不要写高了 宽放一点 把字形写扁 这上面是这样 点一个点 就在这两个竖笔中间 点了一个点 这一横不要太长 这一撇呢 撒放一点 向外 这个部分呢 稍微写宽放一点 写太窄了之后 显得中间呢 太拥挤 然后写一个竖笔 调一笔 点点 再写一竖笔 写那笔 注意这个字形啊 因为它比较高 它有几个阶段 这是一个阶段 这是一个阶段 下面这是一个阶段 有这几个阶段呢 等于是上中下三合一的 那么一个术式的字形 所以写的时候呢 不要写太高 太高之后 这个字就傻 就愣 尽量写贬一点 那么在 古代说 欧阳勋他们的年代的时候呢 还基本为了保证字形 尽量把这个字形不失 不要写太拥挤 但是我们今天看完 就说 尽量把它再写贬一点 也在保证字形不变的前提之下 尽量写贬一点 那么我再演示给大家看 这就是审美上 古今的一同 既要保持原来字形 既要保持原来字形 又要注意到 今人的审美 这个情趣 尽量再写贬一点 那么上边呢 就等缩短了一点 这个地方也是这样 这个间距也都尽量拉近一点 底下是先扁一点 显得这个字形呢 就更集中力一点 这并不是说 欧阳寻写的不好 不是的 是唐代那个时候的审美意识 和今天我们的审美角度 审美的意识 有所不同 因此有些字形 需要我们再调整一下 尽管欧阳寻 是楷书第一人 说他是唐楷之冠 说他这个宣王书谱 说他古今一人 这个万事法成 说的这么样都不过分 但是仍然我们在 后辈的学习当中 还有根据时代的需要 时代审美的特点 这个也就是说 置以待心 言音苏意 随着这种进展 我们还有必要的 做以调整 这不是不忠于欧阳寻 而是呢 更丰富了 欧体字的全面性 这不是我的创造 而是后人们 在写这些字的时候 尽量让它更加的 这个灵活多变 这里边呢 有几个要领 需要向大家说一下 上面的那个 简写的美丽的例子呢 写的扁一点 这是用不到多说了 尽量宽放一点 照得住下方 关键这个路字啊 要写好 路字写不好 那么这个例子 就无法写好 我们单介绍一下 这个路字 这是一点 斜式一点的一点 略短一点的横 不要写太长 因为下方这两笔 都要宽放出来 注意这笔 这笔尽量写长一点 长一点的话 这个字形啊 它就中宫收紧 外延放松 写这个字呢 就是松紧有度 这是上下相当的距离 注意看 这是上边 这是相当的距离 下方呢 先写这一竖笔 点一点 这一竖笔紧 挨着上面这竖笔 直线这样下来 就是这个位置是取正的 然后加一条笔 这笔纳出来 就和左边那篇 互相呼应起来 所以这个路字 如果写不好 你这个美丽的例子 就无从谈起 还是我上一集当中 讲的这个道理 就是把各个部位 各个零件 一定安排的合理 只有这样的话 这个字形才可能没 当然是 你的部件 虽然都做好了 零件都很好 但是呢 你组合起来不好 这是结构上的问题 但是前提是 这些个零部件 都应该好 零部件好 穿在一起可能不好 但是零部件不好的话 穿在一起肯定就不好 因此我们得一步一步的解决 零部件的问题解决好了 然后再说这个字的组合 好的 我们再写一遍 给大家看 在欧阳荀的那个基础之上 尽量的写扁一点 因为这个字太高啊 他就 他就傻 显得很笨 这纳笔一定要写出力量来 这笔不可拖泥带水 不要慢慢一点一点的蹭 有人写这个 楷书的那笔时候啊 因为功夫不到 他写的那笔时候 其实一点逆错的 这样这样这样 一点一点的 这样写出很笨重 所以我不提倡这种写法 偶然的 偶然的可以用一下这种逆错之笔 但是更多的时候 用太多了 这字显得就非常的质色 但是一笔写出来 一定力度要够 尽管是一笔写出来的 力度如果不够 显得这个 匹尔纳 这种长笔画 特别是横竖 显得浮飘 无力 那么也是个毛病 从前来说是功夫要解决这个问题 好的 我们最后再写一遍 这中间这要变成点 不要再写竖笔 写竖笔太沉重 一切都是个功夫 在功夫之外 休谈聪明 我见过聪明人多了 往往就是聪明反被聪明物 一学就会 撂下笔就忘 当时一学就会的时候 大家都很赞叹 哎呀 真聪明 一写就很像 而且很好 但是这人坚持不住 往往就是这些聪明人 坚持不住 我倒得出这样一个 未必准确的结论 因为我在学校常年的教书 我有这样一个体会 最用功的学生 不是最优秀的学生 最聪明的学生 也不是最优秀的学生 最用功 最用功的 他的好像脑子都被制住了 我们写自然 不能傻写 每天我写八个小时 写十个小时 写的这个腰酸腿痛 是这个肩周炎 是这个这个什么剑翘炎 是脊椎也出问题了 这个这个等等都出问题 但是仍然写不好 为什么呢 过则不长 太过了就不长 这是不可使自己的身经和体力 过于过度的疲劳 但是呢 聪明人也不行 聪明人就往往的坚持不住 就有一个小聪明而已 你让他坚持住了 他就很难做到 因此大家经常讲的 乌龟与白兔的赛跑 就是这个道理 白兔也很难达到最高速度 因为他边跑边休息 他没有耐力 不能坚持 乌龟也不能跑到最高的速度 尽管他最后取胜者 他也不是我们理想的 这个快速的这个这个 前进者 因为他太笨 所以我们说 既要有功夫 也要具备一定起码的聪明 好的 我们现在再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字的 行书写法 行书写法 基本上 就是 踩书写法的一种快写 注意 最后的这个纳笔 它变成了一个点 它不再直接再纳出去 再纳出去的话 显得行书的那种轻便 零快 失去这个作用 也不好 再看一遍 跟凯书所不同的是呢 他把两个竖笔 直接通下来 和下面这个笔字 连在一起了 我们单写个路 我们单写个路子 再给大家看 是这样 重点的是 这个地方 在凯书当中 是这样写的 这个部位 让它连起来 出现这种形体 整体写一遍 整体写一遍 给大家再看 是这样 不仅凯书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不好写 行书这个例子 百正百准 写出姿态美来 也很不容易 最后再写边这个例子 上边这个要宽放一些 和凯书的体式要求一样 这地方要藏起来 这要写得很灵活 力度出现 这个字在哪个地方使劲 这是不能够现写现想 要在提前练得非常熟练当中 到完成作品的时候 一种自然的流露 这才好 好 再看一遍 这个点最后 一定点的要有力量 点的如果没有力量的话 这个字整个就塌陷了 所以最后的一点 也应该非常重要 这个行书的这个例子 没有更多种写法 大体上就是如此 有的是有小变化 但基本形体就是如此 到了草书 这个例子就多变 有许多写法 我们试着向大家介绍一下 最常见的这个例子是这样 一横 树 再一树 这是最常见的 我们用一种慢速的写 当完成作品的时候 不能这样写 但也不能太荒快 再看一遍 常见的这种写法 一横 两树 两点 拐过来 下面那个笔字 当三点 像个椅子像 处理过来 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写法 那么写快乐是什么形状呢 是这样的 这是写快乐以后 表现出来这种笔锋效果 但是我们见到赵孟福 写这个字的时候 又有一个巧遍 这个巧遍呢 虽然是只是短短的一个长竖 写成了一个点 你却感觉非常轻盈可爱 他是这样写 上面横写过之后 一树笔 这跟前面人一样 这点点 这继续颠点 你看 就轻轻的这个 右边的树笔 变成一个点 你就显得活泼可爱 显得好像这种字轻盈 不在笨重 那么写草树是 特别需要这种写法 一定写出简洁 明快 至于说里边的力度 内涵 那是个人的修养和功夫 在这基本写法上 更加科学 更加巧妙 看 这就比这样写 比这个写 要轻盈许多 你看到非常简单的 就是右边的树笔 变成了一个点 就写着 非常的舒服 我们再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字的写法 这是常见的草书的 例字的一个写法 还有呢 其他种写法 这个例子在草书当中 写法很多 粗略的说呢 有三种写法 上面介绍这是一种 尽管赵孟福 写得更加巧妙 但是我们仍然说呢 它是一个 一种写法 基本上体式是一样 再一种写法是这样 你看 这看起来很乱 所以有的人呢 就不知道这个笔顺 怎么过来 我们再写慢点 大家看 还有呢 就中间这个部分呢 再简略一点 就直接这么一晃 过来点了个点 就是在这一块 很多人看完了古碑帖之后 不知怎么过来 所以在这点 我们向大家的交代一下 看 转过来 看来 就是这么说着 我都替一些个 对草书不熟悉的朋友 感到为难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写的话 写太慢了 就没有气势 写太快了 大家看不出来 这个笔顺的 这个空中运行的路线 看不清楚 这是一种写法 好的 我们再写大一点 让大家看清楚一点 大体就是这样的 还有的就直接下面写两横 大体这是一种写法 这写两横 转过来 点了一个点 总是中间要有这么个点 实际是个小竖笔 这是草书例子的 又一种写法 跟刚才我们所讲的 那个赵蒙福这个体系 写的这个例子 这是大象径庭 差距很大 再查还有一种写法 是这样 就很少见 但是呢 我确实见过 就先这样写 这样写 实际上呢 他还是把这个 最后的两横啊 加一个这个 他呢 缩小了一下 放在里边 我倒觉得这个体型 比较好看 也容易看清了 那么不妨 我再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种写法 他从这儿拐过来了 这种写法 所以大家知道呢 美丽的例子 在草书当中 大体上有这么 三种写法 只是最后这种写法 我虽然认为它很美 但是在前辈书家当中 见到的并不多 特别是大名头的一些书法家 这样写的比较少 可是我确实见过 明清一些书法家 是这样写过的 我们最后再看一遍 这种写法 可以提倡 他比第二种 看来很乱 不容易找到笔顺的 有时候这一个字写完之后 找不到这个笔 从哪转过来的 究竟是从哪到哪 因为写太草率 古人们写字都是在手扎上写 就是书信上使用 所以写下的时候 这个龙飞凤舞的 我们不知的所向 在这点上 需要向大家说明一下 我提倡第一种写法 第一种写法 看来也 这种写法也非常轻盈 也看得很清楚 这样写比较好 关于美丽的例子 应该是我们学习书法当中 一个不容易写好的字 不管楷书 姓书 草书 都有点难度 希望大家在这个字上 多下点功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